海招层可以把RGB光走机器进去吗 这是它的背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封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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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款全尺寸的键盘 左边有红按键 然后这边是滚轮 可以切换模式 灯光 按键还是很清脆的 调节音量了 这个滚轮还是非常好用 可以很快的调节音量 咱们先把它拉出来 好重 天哪 有一颗很粗的线材 你们看到没有 后面的 有理线槽 这键盘不仅很重 而且这个线材和以前一样 都是很粗的那一种 配键盒 可替换的键帽 可替换的键帽 手感还是不一样的 还有拔键器 最后的就是掌坨 这个掌坨 它的手感还是挺好的 记忆棉 非常的细腻 还有纹理 非常的舒适 OK 接下来是这个配件盒 里面就一本说明书 保修卡 没了 这个线材还是一如既往的粗 海盗床主床的粗线材 不过呢 这前面这两条都是细很多 一条粗的转为两条细的 OK 而且呢 这里也是椭圆形的设计 一如既往的拉屎工艺 还有字体 滚轮 扣掌拖的方式是磁贴 这就上去了 它也可以非常轻松的从正面放进去 你可以看到我身边还有个贼床的键盘 这个是K65RGB 这个是K100 首先这是方向键 空格 回车 声音音箱很不一样 中提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K65这个按键呢 会更清脆一点 然后呢 K100的话 是比较沉稳的那一种 海盗床的P2呢 跟我说 这个K100呢 它弥博了以前 所有的海盗床镜盘的缺点 这个镜盘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滚轮啊 真的是手感非常的好 爱不释手 特别是你看电影 或者听音乐的时候 就可以随性的调整音量了 对吧 接下来就是这一排红按键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你可以动物stream deck呢 添加各种的功能 就比如说我直播的时候要进 是不是 突然刚刚就世界安静下来了 以前我用的K65RGB呢 就是这么小 所以说 刚开始接触这一款镜盘的时候呢 很不适应 因为布局都变了嘛 而且还增加一排红按键 所以说一开始会误触 误触性相会很明显 就比如说你Q按成Table 2按成1 因为它这个布局呢 和我手平常放的位置不太一样了 不过呢 花了一两周的时间呢 我终于组件洗光了 这个肩膀的布局 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这个肩膀还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弹簧音 你们可以听一下 咱们来说一下这款肩膀的优点吧 RGB非常的扩炫 这个掌握呢 很软非常的舒服 特别是这个滚轮帧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特别是这个滚轮帧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